看破六根于六尘 我们每天产生虚幻和错误的判断 就是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深意 接触到了外界的色身香味触法 然后产生了分别心和执着心 六根于六尘的呼应 不断地误导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做出身口意六贼的错误意识判断 我们经常错认欲望是真实的 而随着欲望做出很多蠢事 业障因此而滋生 烦恼来自于内心 错误的语言行为和意识 均来自于心灵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就是让我们从心灵开始修 修正和改变自我意识 学佛人内心要学会 如如不动 你才能在人间静转而心不转 心灵才会安宁才会干净 六根六尘分别心 六贼误导众生行 业障滋生乱本性 唯有学佛心灵静 其实修心最重要的 就是心态平衡 心态平衡 才能从你的心灵 修成慈悲心和忍辱心 心是人的根本 心修得不好 何来的自度清净和普度可言 所以清净菩提心 就是学佛的根本 心灵的健康 是主宰生命和慧命的 基本条件 常观照 常思维 才能去除人间的思维方式 去完成弘法的事业 无常变化 是空无 意识常有 虚幻处 妄想执着 心理苦 去除固执 不耽误 忍辱修行 得精进 心灵法门 菩提心 中国传统文化说 阴阳调和 健康长寿 人的心灵 要去除邪念 维护正念 心灵 才能健康发展 怎样才能让心灵 健康发展 就是要学习佛法 定能深会 静能观照 地水火风 最后空 不学佛来 迷茫中 禅定修心 佛法红 心灵普度 暖哄哄 大乘佛道 菩提宫 广行四射 六度空 无声法人 破我直 调节身心 手六根 远离六贼 勤修心 解行并证 佛本性